房市冷心 建商怕洞僵不敢開工 今年8月建造核發只有76件 創下歷年新低 景氣冷到最低點 現在傳出建商打出三步策略 不買地 不開工 不玩工 保家建設開第一槍 旗下40家建設公司 從去年初就被下令不再買地 原理建設這兩年只開發購入土地 其他核建案或買地通通不考慮 冠德 鴻埔 海越等建商也暫緩建案 那原則上就是盡量保留現金 然後去除手上的一些漁屋 那手上有的一些土地 原則上如果沒有一些很急的 這種資金壓力化 原則上可能就會先採取觀望的原因 建商口袋深 但房地產可是火車頭工業 房子不蓋了 土木工程 鋼鐵產業都受衝擊 需要很多的能力 那當然需要採購很多的一些建材 那相對對於GDP來講 也是會有一定貢獻 那假設這種開發營建的狀況 其實比較不景氣的話 那相關的這種行業 當然還是會受到一定的一些影響 建商喊市場冷 土銀董做 吳當傑就打臉 建商邪沒市場 那就可以直接考慮適度降價 讓買氣逐步提升 做社會住宅啦 其實這些讓建商都賺不到錢 或是說讓建商的 不像過去要能夠賺到暴利了 所以這些建商不願意降價 是以托來代變 那但是他們遲早會被市場打敗 因為降價的建商越來越多了 建商專家各出其招 度過房市震盪 但民眾對房市信心人不足 只怕交易量再也回不來 東三財經新聞 0UG無優數 台北採訪報導